上来了吗 上来了吗 上来了 应该看得到了吗 还没有看到吗 看到了吗 看到了就跟我打个说已经看到了 因为我现在这边有个小小的状况 就是我的监看荧幕 不知道为什么跳不出来 所以我很担心说各位是看不到的 看到要告诉我哦 看到了很好 我觉得你们比监看荧幕好用太多了 好可以了 我的监看荧幕也OK了 今天用个小耳机 确定我的声音有送出去 好 现在呢 昨天公休嘛 你直播了这么多天终于公休了 然后不光是你们啊 我们班 我们班小朋友也很可爱 他们就一大早就传讯给我说 老师你人呢 我放假 我放假不行吗 很好又很有趣 好 那 最 因为昨天比较有时间 那沈老师其实是花了一些时间 跟我们班的家长 还有那个小朋友稍微聊一下 在这段停课时间 有哪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帮忙的 那 也有一些 我发现是有一些那个 我发现是有些状况 就是说有些小朋友或者说家长呢 他可能不太了解 可能上课次数不多啦 他可能不太了解说 老师到底是上课风格 这样子可以吗 所以我就想说 我们还是要确实说明一下 我们大概说明 我刚刚戴了一个耳机 确定那个声音 啊现在OK没问题了 那我就 继续讲 断断续续喔 那我可能网路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 各线市 我觉得台湾这阵子的网路 会非常的热闹 那如果你在收讯的状况 现在是不理想的 你们也可以在那个晚一点的时候 再看重播一次 因为现在可能同时 线上很多人 好那我们很快讲一次喔 9点上课 对不起喔 那我是任教在那个 我主要是因为 有些家长会觉得说 呃 森老师你好像讲很多话 那小朋友不一定听得懂 可是因为第一年级 实际上课很多时间 我们真的要处理很多很多 小朋友的小习惯 或者说要反复提醒一些事情 真的40分钟扣除掉 管秩序 聊天 然后可能安抚他们 很多事情 真的实际一节课学习的东西 的确没有那么多啦 好那所以我就说 现在是课前闲聊 然后因为我们有要求说 一定要播一些片头 那昨天 礼拜二的时候 有人跟我说 我没放片头 没有我有放 我有放 我一直有放 只是我课前闲聊久了一点 所以就错过那个时间 好那现在很多 县市都有提供 而且可能各位的老师 也开始做所谓的线上教学 那如果你觉得说这个公播版的内容呢 它不够充实 无法满足你们的要求的话 也欢迎各位多去点阅看看 因为其实 以我目前来讲 我昨天跟家长跟孩子们聊一聊 我们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呢 我觉得我的直播影片 给我的孩子很大的鼓励跟增强 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可以看到我 非常开心 好那我们上课了 好那先要来给影片才对 有什么是这个呢 好 非常感谢我们老师 很用心的额外准备课程 也感谢家长们的配合 让同学们能够停课不停学 各位同学在疫情期间 请拜托要认真学习 不要辜负老师 爸爸妈妈的用心 让我们一起加油 线上学习 稳住疫情 线上学习 线上学习 倒不是说我们线上学习就可以处理 但是 因为我们进行线上学习 小朋友我们上课咯 我相信 是真的 能够让小朋友和家长是觉得安心的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昨天打了一些电话 给我的小朋友 跟我的家长们 那我真的很感动的是 嗯 他们给我很大的鼓励跟支持 然后他们也知道说 老师这真的真的超忙的 所以我上个礼拜 其实有点放羊吃草 那我昨天就终于 一个一个抓 把羊都抓回来了 很开心 好 那我们开始上课咯 好 那唱歌啦 我们要唱准备歌 真是的 干嘛丁尼吉一直唱歌呢 因为我们事先 用嘴巴 热声 然后唤醒全身的嘛 对不对 所以待会没关系 我们再唱 我们来预备 对 请 如果你准备好 请你点点头 如果你准备好 请你拍拍手 把你课本打开 不对 今天是习坐 把你习坐打开 把你铅笔小尖 如果你准备好 请你笑一个 好 上课了 我们尽量把废话 留到后面 其实我都不觉得是废话 我常常觉得 有时候小朋友 事后回想 他会发现说 老师讲的废话 才是重点 好 诶糟糕 片头影片我已经先放了 昨天想说是 唱完准备歌 才放片头 但时间有点赶 我怕九点开始 没有放片头 今天又会被检讨说 哎呦 森老师你没有放片头 我都有放 我都有放片头 真的 好 我们今天要上的课程 一样是 一年级男一版 快乐不止一半 那我们进行到第五课 也就是我们要用习坐 来做同整的练习 那再回想一次 我觉得这次的机会很棒 嗯 嗯 我们在苦中作乐啦 因为这次的停课 沈老师很完整的在线上 上了十一跟十二课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很完整的看到 两课 前一课跟后一课 嗯 国语我们都是这样上 然后我们怎么让小朋友在前一课操作过的东西 这一课我们重复再做 然后做得更好 我们温固而知心 好还要更好 学过的东西都是学新的东西的基础 这非常重要 好 那我们第五堂课在五月二十六日那一天 我们进行的是第十一课的第五堂课 那今天进行的是第十二课的第五堂课 我们知道一件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一件很重要的是 学会知识 学会能力 只是学会 你能操作吗 你能复制一次 那表示你是一个记忆力很好 能够重做一次的 但是万一遇到不太一样的状况 你还能够用上它吗 不但要学 真正的学会是要会用 所以我们今天第五堂课的重点 往往是提供小朋友引导 让他理解说 我们今天学到了圣字词语造句 我们在生活中可以怎么用它 好 一样 这个单元上一次大家很开心 我们这次进行游戏时间了 早上早上 陈老师昨天工修 应该是要休息啊 并没有 我们还是找了很多很好玩的东西 接下来会再跟你们分享 好 记得这个吗 记得这个吗 各位注意哦 我们学会很像的字 所以在课本里面 它有一页就是羊跟半 这个已经出现过好多次了 所以就不特别再给各位看那个页面了 课本里面有分辨了两组相似字 接下来我们直接玩游戏 接下来我们直接玩游戏 所以注意看是1还是2 觉得是1的 签笔1 刷一排1 觉得是2的 请按2 刷一排2 好吗 好 开始咯 来 哪一个 起座的啊 都起 考考你 尽管考 不要怕 尽管考 我太大声了不好意思 你喇叭可以关小一点 我很大声的话 因为每个小朋友收音的状况不一样 所以呢 您可是我这边声音是开大的 然后你们那边喇叭关小一点 当然我这里可以再调小 可是因为我上一次我这里调小 我就发现了 有人马上告诉我 老师太小声了 因为我有点距离 所以再看一下好吗 如果你觉得声音太大 家长请帮忙留意 小朋友告诉你 妈妈喇叭很大声 妈妈好大声 喇叭在你的荧幕的右下角 那个喇叭符号把它调小声 把它往中间调小声 为什么有100啊 好 来这题是什么 是羊路还是半路 然后这题答案是2 你答对了吗 很棒 答错了 羊路是怎么回事啊 羊走的路吗 那下一题 没错 羊走的路 我给你暗示你了 好 请做答案 什么小路 羊肠小路 还是半肠小路 嗯 什么叫半肠小路 好 来 这题的答案是 1 羊肠小路 形容那个路 小小细细的 跟羊的肠子一样 我们平常吃的大肠包小肠 那是猪的肠子你知道吗 嗯 美国人不吃内脏的 所以 所以有很多那个国外的 会进口那个猪的内脏 那基本上 大家吃的时候小心一点 好 下一题 哦 来来来来 嗯嗯嗯嗯 这两组 这两组 什么 请作答 我应该在分隔线哦 我应该打一个 这个是什么的 好 没关系啦 OK 是花生苗 好像可以耶 老师 这一题 花生苗可以耶 可是我们 你看很好玩哦 这个词你要讲 花生苗也可以 你要讲花生 油也可以 那怎么办 要看 这之后就要不只是词语而已哦 你要看它的情境 譬如讲啊 春天 小羊和小猪一起种花生 这次不种土豆咯 不种地瓜咯 一起种花生 他们先松土 再把花生苗埋进土里 诶 花生苗就可以 可是如果说今天是妈妈 诶 今天晚上妈妈要煮大餐 他请我去买花生 油 我们不吃花生苗嘛 对不对 他请我去买花生 油 所以花生苗 是花生的小猪 小植物 植物小熟叫苗 那花生油 就是花生压碎的质油 花生油很好吃 不过花生油比较容易上火 它很香但很容易上火 跟花生酱一样哦 好 来这里呢 这个词比较特别 你可能会说老师我不知道 什么叫做谱 谱是什么 猜猜看哦 一个框框 然后中间有东西 它长得有点像田地 它这个是种很多东西的小花谱 它叫做谱 栽种幼苗栽种植物的地方 就很像花园 花园长大的 培育幼苗的我们叫谱 叫做苗谱 你一次 苗谱 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 很快的用这些方式 帮大家复习 那还有最后一组 最后一个 又出现鹿了 老师有半鹿 羊长小鹿 最后还是要用鹿来结尾 什么鹿 是油尖小鹿 走起来油油的好可怕 还是田尖小鹿 田地中间会有那个小小的 只有土坡 不瀑波有的哦 就真的只有土块 那小时候呢 沈老师曾经住过一个地方 旁边就是稻田 那走在田尖小鹿的时候 感觉非常有趣 远远的看 我们就像在一个绿色的海洋里面 旁边都是那个稻叶帐 稻叶帐随风帐起伏 就叫做绿色的海洋 很美 这是其他版本 在第二课的文本 所以希望这一课有在108有保留 大家可以念念看 那这一次 这几天下了雨 很高兴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 有一些 这一期的稻作 好像就可以顺利收成了 所以真的 我们这看田吃饭了 人力有限 我们还是需要提供被要帮忙 准备认真做好事 来下一个 好 那学会的词语 刚刚说过了 同样的词语有时候呢 你还是不能够很清楚的分辨 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试着造句看看 造个句子来练习看看 那练习完之后不是只有造句而已 你只会写造句 句子写得很好 可是你说不出来 我会用 那就很可惜 有时候一个句子写了 我们不是小猪跟小羊啊 我们不会没事去田里种田啊 我们不会先松土 再种东西啊 可是我们生活上 我们常常做一件事情 是需要先安排好先后顺序的 你说对不对 譬如讲 神老师要帮你直播 我要不要先准备 我要不要先打开电脑 再打开 我要用的简报 最后合在一起送出去 你们才看得到 所以做任何事一定有先后顺序 在这一刻里面 很重要的句子就是先怎么样 再怎么样 但是呢 这里 我一直好喜欢我的孩子 非常认真的 当天就告诉我 他做了什么样的练习 这个是我们班的小朋友 他叫怡辰 他很棒 他的爸爸妈妈也很棒 他们爸爸妈妈轮流照顾他 因为很辛苦啊 上班时间比较长 他必须轮流照顾请假 相信你的爸爸妈妈也一样 但是爸爸妈妈很确实的要求他 每天要完成的 一定要做完 甚至于都还会超前 那 昨天一下 呃 礼拜二一下完课 怡辰马上传功课给我了 诶 这时候呢 诶 传功课给老师真的很重要 神老师不一定能够帮你改到你的功课 但是 如果 你可以的话 你可以把我们做的练习 你就传给你们老师 或请爸爸妈妈帮你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看一辰照的句子 他传给我的句子是这样 他说 疫情期间 不只要戴口罩 还要勤洗手 我觉得这个句子真的太棒了 非常符合现在的时事 而且还做了宣导的效果 问题是 就算这个句子老师说很棒 我还是要叫他改 老师你要干什么 为什么他叫他改 因为不止跟不止念起来一样 意思有一点点不同 我们这两个止同音 但是意思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止它分别的意思是不同的 我们来看 这个止是只有 而不止的止是怎么样 是停止 那我刚刚刚好有一点点时间 我再次提醒大家 只要我看到不雅的文字 我现在决定了 反正都已经过半了 老师的温和的形象升职人心 但是也要告诉各位 老师也是会管束一下 小朋友不当的发言 所以我刚刚已经封锁掉一个小朋友了 我不让他 我已经不让他讲话了 然后也不让他继续看了好吗 好 那打广告的不好意思 请往别处移动好吗 这边是小朋友学习的地方 打广告的请往别处移动 好 那我们继续讨论 好 你看嘛 真的啊 上课的时候不是我要聊天啊 我就真的还是要处理一下 一些线上的动作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把 看一下 不止跟只有 那我把它回传给那个 陈老师把它回传给妈妈之后 妈妈了解了我的意思 马上呢 请小朋友 直接再做修正 但是呢 他修正的句子 有一点点可惜是 这个句子是OK的 他已经帮他做了符合意思的修改 可惜的是 哎呀 刚刚是很符合疫情的耶 就这下子怎么变成 在偷偷跟老师打小报告说 老师我跟你讲哦 哎 妹妹有没有在旁边啊 哈哈 妹妹看到我很难过耶 哥哥怎么可以告诉他说 哎 妹妹嗯嗯嗯嗯 做的不太OK的事呢 我觉得这样真的是不太好 我们讲好的 造句 有时候就像是老师说的 你的说的话代表你这个小朋友给人的感觉 所以刚才我在 因为比较有时间啦 所以我今天比较顺了 我看一下留言 我就发现有些小朋友 他可能很很很少上网 那按那个按键就超开心的 他就想贴一排很多贴图 那我觉得我可以接受贴图 我真的可以接受贴图 因为我跳过他 但是呢 我发现有些小朋友 他很有趣耶 他可能是想要被注意 所以基本上呢 他就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举动 哎 那有一些小朋友他觉得 我是很有正义感的 我要一直纠正你 那这都不对 你们专心上课就好了 好那老师也不要先去管留言了 我们还是要往下走 因为我希望说 因为现在希望你们看的时间不要那么久 所以我们上课时间会短一点 那步骤再快一点 好 他修改过后就变成了这样的句子 我不喜欢这样讲 所以我就不念了 OK好 我比较喜欢原来的句子 可是我们再修改一下 整个修改过后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这样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这样 防疫期间 不止 不只有 要戴口罩 你还要勤洗手 好 所以这是 动作 比较少 就是只有做这个 或只有做那 是有限制的 可是呢 如果今天你用到了不止 不停止 就是一直 这个句子也不错了 但是我觉得讲妹妹 真的不太好 妹妹每天 哭闹 不止 不停止 常让妈妈生气 哎 这样子就完全符合句子的意思 好 问题来了 请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一句话 当然这是符合句子的意思 但是呢 老师还是希望在造句的过程中 我们尽量思考 我们用比较好的句子去回应别人 用比较好的句子去记录 这对自己都比较好 好 那我现在要说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今天的练习 其实是做习做的指导 就是我们的生字交完了 造词 词语 造句也都做了适度的练习了 那现在呢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 那个很大声的话 你把那个喇叭 你自己转小声 你自己转小声 是你的喇叭开太大了 这个麻烦家长协助一下 那或者说小朋友 你真的觉得很大声的话 就喇叭转小啦 右下方有一个喇叭符号 你把它转小 因为同样的音量 有些小朋友会觉得不够大声 每个家庭那个收音的效果 是不一样的 所以沈老师就是 保持说我的声音输出 是固定的稳定的 对大家来讲比较好 好 那现在呢 沈老师需要一点点时间 因为我刚刚发现一件事 我刚刚发现了 我还需要放一个影片给大家看 但是不是这个 非常感谢我们老师 很用心的额外准备课程 我们要放的影片是 沈老师昨天 把我们上课的内容 稍微做了一个录影 好我们希望说小朋友能够 看得比较详细一点 我们大概上课要上什么 好 好 来在准备的时间呢 我们让你们看一下东西 沈老师在找资料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为刚刚临时就恍神了 好 我安排了一个很有趣的小活动 这个是唱歌的 好 好朋友 刚刚出现的歌单呢 是我们教过的 好 好 那我们先来唱一下哦 好 然后来写习座 看到了吗 可以告诉我看到了吗 我们看到习座了吗 好 好 然后在这个部分 国字注音应该各位小朋友 都是可以自己就理解的 那在这边如果你不熟悉的字 可以打开课本看 你不熟悉的字是可以打开课本看的 好 那农夫在田里买下瓜苗 希望能早日收成 将作物分享给大家 没想到半夜里黑山羊吃了绿油油的叶子 农夫只好再种一次 真是辛苦 好 来 这边先把会写的写完一次 然后接下来 如果你有不会的部分 我们可以找课本 真的是可以找课本 那找了之后呢 再麻烦小朋友们 对了之后 把不会写的字 或写错的字 自己再做一次 自己再做一次批改 因为你要等到 你要等到那个复课之后 老师再改的话 其实没有办法及时的纠正你 所以你请爸爸妈妈或者小朋友 自己核对课本 对好答案之后 把解答在旁边 自己再写三次 我觉得这是可以有效的帮孩子稳固生智的学习 好 接下来在这一页 这个游戏你看 请注意看读题 请注意读题 终极密码 我要请你先选出适当的字 再填入对应的代码 我们就可以得到电脑的密码了 哦 这边讲什么 好你自己看哦 这边有五个字 一二三四五 请你依照这个字的状况把它填进去 什么夜里 什么夜里 半夜里 半夜里 好 然后呢 大野狼悄悄的越过农场 把免什么 绵羊 对的 把绵羊给抓走了 好说到抓这个字哦 我们来插播一下 我们来插播一下 因为呢 我们班有小朋友 他跟我说 沈老师 那个抓我不会写 所以我们回来一下哦 抓这个字哦 为什么小朋友会写不好 是因为他有两个很难的笔画 我先写一次 手当然没有问题啊 好 第一个很难的笔画就是这个撇 他要写的有点弯弯的 对不对 就有小朋友说 老师我这个撇都弯的不好 我们就写写写写写过一半了 稍微往下面撇动 第二个抓画这里 好 好 再来哦 这一个也是好多好多小朋友觉得非常讨厌的 就这个 他要慢慢滑出去 像溜滑梯一样 不要用力 不要太用力 就是轻轻的滑过去 就是轻轻的滑过去 好 那你轻轻的滑过去他就很清楚了 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刚才的页面 好 这里关掉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选词填写 选适当的与词填入框框中 分享 收成 辛苦 跟加油 强烈台风影响蔬果的什么 如果你不确定 你没有办法马上选到那个答案 你可以一个一个放进来看看 强烈台风影响蔬果的分享 好像会哦 因为现在货运 有时候那个风雨比较大 人家送货或什么的是不方便的 但是应该不是 好再来第二个 强烈台风影响蔬果的收成 老师我觉得是收成 收成 好把它塞过来 收成 好再来哦 好那这个我们就用过了 我们用过了 好来继续 警察在太阳下指挥交通 真是怎样 真是加油吗 应该不是吧 真是辛苦啊 好那我们把它写过来 那我知道有些小朋友 昨天可能自己就都已经完成了 那很好 非常棒 还没有办法完成小朋友 也不要紧张 我们就一个一个念完 大家为跑道上的选手大声的怎样 哦加油 好 来最后一句你当然可以还是一样这样念念看 那偷懒一点的方法就是 老师啊就剩这一个啦 就剩这一个啦 那把它放进去 OK的 好 那我们下一页 好这里的话 诶你有沒有发现 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 我们要读懂 不只是会读 而且要读懂句子的意思 在种田的过程中 小羊跟小猪会互相鼓励 那我们要依照时间顺序 这是很重要的提示哦 我们先要看看谁先发声 谁后发声 好我们依照时间的顺序 来圈出正确的角色 好一开始埋的时候 谁说很辛苦 谁说很辛苦 哦羊 对啊答对了 羊说很辛苦 所以这里我们圈羊 谁安慰他 自己安慰自己吗 诶一个人如果能够自己安慰自己 我觉得这个人也相当厉害哦 但这个时候我们还小嘛 我们需要别人安慰我 所以来小猪鼓励他 好了朋友就是有来有去 现在呢 嗯我不能收成了 谁很难过 谁觉得很辛苦 不能收成当然很难过 所以更辛苦 哦来小猪觉得很辛苦 谁鼓励他 小羊鼓励他 好等到收成了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每个人有得到一样东西大家都有收获 这是很棒的事情 好一个得到地瓜叶 一个呢得到了地瓜 你喜欢吃什么 啊老师两个都很爱吃 好接下来第五个单元 看图完成句子 先怎么样再怎么样 这一刻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句子 就是这个先做了什么事 再做了什么事 而在生活上的应用也就是引导你去注意 我们在生活上 哦比较接近的经验就是你可能种一个小花小草 所以我们先种 先把种子种下去 或者埋进花盆都可以 我这边不要特别给你看答案 因为我很怕我给你看了答案之后你就造超了 那这很可惜 再来先种下去 再怎么样 再他在做什么动作 观察 他在浇水 他在浇水 好 那这个 哦 对嘛 你看这就是跟生活有有连结 你就可以用生活上我们在做的事 现在把它记记看 在上课之前一大早 你先怎样 先起床折好被子 有人说老师我没有折被子 哦好吧 那你就起床先把衣服穿好 如果你真的要写你的生活日记的时候 再来一大早 先怎么样怎么样 先做好了什么事 再刷牙洗脸 哎 这个就OK了 好 那我们12课的习座全部完成在这边 请你看过一次写完之后 请爸爸妈妈帮你做一个检查的动作 那我们回到课程的 回到课程中 好 来 刚刚看唱了好朋友嘛 中间话讲这么多相当的疲累 那我们现在就来 好朋友玩来唱下一首歌 哪一首 这好朋友怎么都是朋友呢 OMG 好朋友很重要 好我们来唱歌吧 找找找找找找到一个朋友呀 新歌里呀 巨歌公呀 小兮兮呀 握握手 转个圆圈 转个圆圈 再见 转个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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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好上课 唱歌就是稍微调节一下气氛嘛 因为一直要叫神老师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我真的其实是会累的 所以我昨天公家在家几乎都不讲话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好接下来呢 这边有挑战题 我们在上一次呢 我们在上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们在上次上课的时候呢 就有请小朋友回家之后呢 完成席座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一样 邀请你完成席座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请你挑战一下 利用圈词来做先怎么样再怎么样 来组合一篇生活的小日记 如果你可以画上插图 我会觉得更美好 那我们班其实有个可爱的孩子 每天都画图给我 我觉得好棒 太赞了 好 那看一下哦 那我们思考一下哦 你说老师 可是我要写那个句子 我觉得很难呢 怎么办 我们班这个小朋友 他的做法是 他就直接把课文抄一段上来 他直接抄了课文抄一段上来 我觉得OK啦 起码就是一种练习 但是另外一种做法就是 如果你习坐写完 你发现他提供了两个练习句子 一个是他在种东西 所以你可以写写看 如果你有种过东西 第二个 你早上起床刷牙洗脸穿衣服的步骤 先想好你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你也可以练习这样的句子 听得懂吗 我再整理一次 刚刚老师讲的 你利用生活上的状况去写 先怎么样再怎么样 你可以写这样一篇叫做 今天早上我不等闹钟想 我就跳了起来 我先把衣服穿好再刷牙洗脸 然后开开心心的坐在电脑前面 等着沈老师上线教我国语 我觉得好期待喔 真不知道今天沈老师要上什么 Oh good 这句子真好 你们的好句子会给我非常大的鼓励 那你会发现我今天比较凶狠一点 就乱讲话的小朋友 我直接移除了 他以后不会再看到讯息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生苦短 我不希望各位浪费时间 看这些没有营养的不好听的留言 好看到这里 来 这是沈老师因缘忌讳 不小心呢就看到了 有那个小朋友的妈妈 她特别贴了小朋友的留言 她的作品给我看 我觉得这小孩写得真好 这上一课 上一课我们在做这个挑战 就是说用词语来记录 情绪的词语 还记得吗 难过 生气 好奇 开心 还有什么 我这字比较小 哦 还有很得意 我觉得她讲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就特别看不到我 那因为 因为我刚才把它藏起来 我给你们看字啊 就是我的脸没有那么重要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就是说她很好的作品 我真的看到的时候真是心花怒放 原来我除了帮助到我们的小朋友 还帮助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的小朋友 好 那我们给她放烟火 哈哈哈哈 我们不能够去澎湖看花火节 我就给你来一个献上烟火 那我们非常谢谢这个小朋友 很认真很努力的 把老师教我的东西完成了一个句子 我相信这对你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今天的课呢 因为说不能够上太多 所以我们上30分钟 今天31分钟了 我们即将要下课 那 废话就是留在后面咯 好 那忙着下课 或者说想要休息下的小朋友都可以 关上萤幕按摩眼睛去走一走 你也不用在那边继续留言说 无聊无聊无聊了 你可以按掉 你可以不用看的 如果爸爸妈妈告诉你说 那你一定要看 OK你可以告诉他 这个老师我不熟 我跟他没有情感连结 所以他这样上课我不习惯 OK可以去看别的 公式还有各县市 都有提供不错的公版了 那或者你觉得说 我都不喜欢听别人教我 我要爸爸妈妈妈自己教我 Good 爸爸妈妈妈很棒 你的孩子很信任你 你可以自己来 好那我们后面呢 来唱歌吧 我喜欢这首歌 不是应该指骰子吗 没关系 我们就不一定要一直指了 这首歌我很喜欢 所以我们再唱一次 小羊儿乖乖 把门开开 快点开开 我要进来 不开不开不能开 你是大野狼 不让你进来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了 好 什么是温故知心 就是复习旧的东西 而学到旧的东西 到底是怎么学会的 他可以帮助我们去学新的东西 老师再怎么努力教 爸爸妈妈再怎么努力教 这世界的知识真的是太多了 我们没有办法教完这么多东西 你知道有多少汉字吗 在曾经出现过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汉字 有多少你知道吗 很多很多 比你现在写的 比你一课要写的东西多 非常的多 比你整个一二年级 学的东西还要多很多 我们要每个字都老师教 每个字都爸爸妈妈教 还是教不完的 所以我们必须学会 怎么样很快的学会写字 那在明天 我们要做的是整个 南一课程的总结跟统整 我们会把 因为已经有爸爸妈妈跟其他老师 可能如果顺利复课的话 我们会有期末考 那怎么帮助小朋友在家里面 自己帮自己做复习 老师可能可以线上教你 但是真的用功读书的人是你 真的可以陪自己练习的是你 爸爸妈妈有时候上班 不一定给多少帮忙 是你要加油 那继续回想一下 如果真的不确定 可以回头去点 曾老师第十一课怎么教生字 还有去点十二课 曾老师怎么教生字 你会发现我有开始引导你们 从不同的部分 来组合一个新字 那温故 学所有教过的字 第一课到十二课 都是我们教过的字了 把它好好问起一次 知心呢 想一想看一看 这些字还可以在生活中 找到什么很像的兄弟姐妹 如果你用你自己的方法 多学会了 恭喜你 你比别人更用心 你也得到更多的代价跟报酬 很棒 努力是有代价的 努力是有代价的 努力是有回报的 不能讲代价 努力是有回报的 所以各位小朋友 你的努力是为了你自己 不是为了我 那我们在下个礼拜 还会有四堂课 分别是一 礼拜一跟礼拜二 我安排的是关于试字方面的课程 中间呢 也会包括了 有些爸爸妈妈告诉我说 在课程进行中 会提醒小朋友 注意握笔的姿势 然后她发现说 真的老师讲比较有用耶 爸爸妈妈跟他讲说 你这样写不行 你手不可以这样放 小朋友就跟爸爸妈妈吵架 说啊 我就是要这样写 我们老师又没有说不行 结果呢 看完我的影片之后 小朋友就自然而然改好了 哇塞 太棒了 神老师帮上忙 我很开心 所以呢 我们在下个礼拜一二 会针对试字的自学能力 以及写字的知识 再做进一步的解说 带着小朋友一起完成 各个版本 都可以一起来看哦 好 来 接下来四五 我们要跟各位聊一聊的是 好好说话 说好话 好 怎么样 让孩子学会的东西要会用 不只是要学会知识能力 更重要的是要好的态度 我们在留言区 有非常多的小朋友 他很棒 你们可以去看看留言 能够好好讲话的孩子 必定他的家庭教育 是相当成功的 必定养育他的人 是怀抱爱跟耐心 让他对世界是充满善意的 那如果今天这些留言是 是比较不堪的 请不要急着去责备他 这只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没有人好好的引导他 那更可怕的是 我们这边有飞机 所以有点吵 更可怕的是 但是有些人 有些孩子可能真的就是处在这样的言语暴力之下 也就是他在复制大人对他说的话 所以当我看到这些不好的留言的时候 其实我一开始是愤怒啦 但是后来我会有点心疼跟心酸 如果一个孩子开口闭口 他就是讲不好的话的话 我想他身边的人也必定是这样回应他的 好我们下课呢 你可以先走啦 所以我就把你封锁掉了 就是有的小朋友他会 还是不停的讲不太好的话 或故意要跟你希望你回应他 那这是坏苹果理论 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 并不是老师没有耐心 我真的给过很多机会了 这是我们上课到现在 应该已经是第九堂课 曾老师上课的第九堂课 如果你在发言的过程中 有不当情绪化的字眼 不雅的字眼 我一开始是会移除他 如果你没有发现 我已经在警告你了 我会暂停你发言三十秒 甚至于说你的字眼用的过于强烈 造成了我的不舒服 或者别人的不舒服 我会直接移除掉 你可以在这个频道发言的权利 好相信我说明的很清楚了 下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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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